这是前几天捡了人家不用的黄瓜苗 盖成了水培 你看它这个苗没嫁接 再一个荒到那儿当时拿了手 因为它是做有机的 所以它也不用药 就造成了这个苗长得很弱 就属于老化苗了 我捡它这个苗的目的干嘛呢 是因为那个 它没有嫁接 我比较看重这一块 就是通过不嫁接的情况下 然后采用水培的栽培模式 然后看一下 到时候它的生长状况 根细状况 包括它的早甩情况 还有这个瓜条 它的商品性 瓜条 它的仙种等等 都要去做一下 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试验 来看一下根细啊 因为栽种有将近一个礼拜了 哦 生根速度还挺快的啊 你看一个礼拜 到一个礼拜栽上去 不知道这个和肥料浓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生根的时候 再一个你看 它这个顶端 虽然还出现刮打顶刮打顶 但是已经比来的时候要抢很多倍了 因为天天在掐这个瓜 你看 或者说这个这个还有点 但是过得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应该也很快会过来了 夏天高温季啊 大部分是最难受的 这个黄瓜 实际上是最适合做水肥的 无论是菜黄瓜 还是这个水果黄瓜 你看摘了不到一个礼拜 根细已经 开始往外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黄瓜呢 因为黄瓜本身出一柱根细 它不耐缘分 所以说呢 我黄瓜呢 这个时候 你这个 这个肥料弄度啊 不弄太高 你想这个时候我们一般 就是 一锡子呢 就控制到二 控制到二 到接瓜二时候才控制到2.25 就不再往上增加了 然后因为你高了以后 它对根细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